大家好,我是顏曝光,欢迎收听收听财经察局 今天的题目是《魔鬼细节》,中美审计协议恐怕再次拉倒 争押十几年了,中美终于就中概股审计问题达成了协议 避免在纽约交易的约9400亿美元的中概股要强制退市 不过协议关键是执行细节 一方面,美方处处摆出强硬的姿态 而今次审计选址在香港 但这个金融中心而非昔日的中立场地 在国安法红线处处之下 甚至比内地更难处理涉及敏感的国安资料 恐怕协议最终都会拉倒 时间回到2013年 当时中美双方在监管机构 经过几轮的谈判之后 终于达成了执法合作量解备忘录 建立了一个机制 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 可以要求中国的监管部门 搜集中概股的审计记录 之后经过三年的商讨 期间虽然波折重重 但中美双方终于就中概股的审计底稿 达成了试点检查合作备忘录 并在2016年和2017年施行试点检查方案 但结果就相当令人失望了 PCAOB在内地进行的试点检查 最终仍然无法及时获得相关的文件和证词 以便他们的检查员能够正常开展工作 原因正是中方的官员隐瞒了信息 并且给予PCAOB经删改和编辑后的审计文件 协议最终拉倒 时间回到现在 上个星期中美就审计问题签署了协议 一度令市场相当兴奋 甚至有评论认为反映中美有机会破冰 相信两国仍然是以经济利益挂税 政治争拗只是争取利益的一面房子 日经亚州说 美方的审计团队将会在9月中旬来到香港 检查总部在位于香港和内地的中概股审计记录 其中将包括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的敏感数据 今次美国的审计团队选择首次检查在香港进行 一方面因为香港金融中心拥有司法独立 以及内地不享有的资讯自由 同时选择香港是因为隔离的检疫规则被中国宽松 目前已经缩短到3日的隔离酒店 加4日家居隔离 11月之后更渴望放宽度0加7 令美方的官员较容易适应 但令人担心的是 2016年的历史会不会重演呢? 始终执行细节才是今次审计协议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 目前双方都未公开这个协议的详细内容 但就从中美双方对这个协议的描述来看 各自强调的内容相距甚远 甚至有很多前后矛盾 按PCAOB和中证监发布的声明 几乎已经可以断定协议一定会失败 美方指出他们不需要通过中国当局来获取文件 他们的声明说既没有漏洞也没有例外 但中证监的声明说所有安排都需要通过中证监来完成 显然美方一开始已经摆出了强硬的立场 鉴于每次实地检查并不是针对全部200间中概股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 而是抽取部分进行 因此首选哪一间就成为了关键 一是就是开始选择了最简单 双方实施起来比较容易 否则美方一选了一间最难的 就要考验中方有多大诚意 愿意放出多少的敏感资料 结果呢? 路透引述消息说 美国监管机构已经选定了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企业 为首批进行检查的公司 行动会在9月展开 据报阿里已经接获通知 是第一批在香港进行审计检查的中概股之一 作为200间中概股当中规模最大的 市值超过2400亿美元 而阿里本西结冒涵盖消费物流金融大数据云业务 目的显然是要测试中方 愿意放出多少的敏感资料 事实上不单单是审查权限的上分期 可能会破坏整个协议 PCAOB表明不单只可以查阅当年的文件 还可以检查几年前的文件 研究公司已经指出 虽然最近的审计文件 可能已经没有再披露 中国认为有国家安全风险的数据 但前几年要求的文件 仍然可能会包含敏感信息 更重一点是根据协议安排 中证监将容许会计师事务所 将内地的企业所有审计工作底稿 转移到香港 供PCAOB的人员查阅 当中包括涉及个人信息的受限数据 并且规定美方只可以目视审查这些数据 不让带走 但今次审计的背景和2016年不同了 香港已经定立了国安法 假如中方真的很有诚意 并且愿意交出敏感的数据 但国安法定明 任何人如果向外国机构 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 就已经属于犯罪 最高可以判刑无期徒刑 甚至是送中审理 一些数据如果在内地被视为国家安全情报 即使南下转移到香港 作为处理审计资料的会计师事务所 应不应该将敏感资料交给美方人员呢 会不会最后因为向外国资料披露国安情报 而触犯了国安法呢 中美过去不少的敏感谈判 都会利用香港作为第三方场地 一方面我们有健全的金融会计法律专材 同时有普通法为基础的法律制度 容易给外国机构足够信心 不过今天的香港 特区政府是时以北京麻手是瞻 而国安法下红线输出 甚至比内地更难处理涉及敏感的国安资料 不论是美方的官员 甚至是本港处理资料的会计师 会不会因为不触红线而被国安公署调查呢 恐怕这是各方面事前都没有想过的新问题 新日期经济行人已经表态 形容签署协议可能只是最容易的部分 但最终审计协议仍然可能会失败 今个星期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星期再会